好了好了,最后一个,最后一个 谢谢卢台长,因为他是我的女儿,对 现在我和他翻译,他是1978年属马的 1978年属马的 他自己要问他那个事业将来会升级吗?升职吗? 他的事业会不会升职?你叫他念经,不念经,我真的不想看 听得懂吗?否则菩萨会怪我的 我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功能,这个一个神通 我不可能来帮人家看升职不升职的 他如果不念经,我根本不想看的 你知道有多少再有富富贵贵的人找我,我理都不理的 你明白吗?你要答应我帮他念经,否则我不看的 好,要念什么经,大悲咒还是? 你叫他要念小房子 小房子 他这个人,我可以告诉你,患得患失行的 就是说做了一件事情,他又怕,不做他也怕 他心中一直慌的,他搞一些投资,他就把钱失去找不回来 明白了吗? 他有心理那个病 对了,就是我意思就是告诉他是心病 他的心理病,所以他患得患失啊 你明白吗? 实际上他的压力太大 因为他过去有过压力,所以最好的方法,你叫他多念心经 好 每天最好念二十一遍心经 OK 好吗? 请问我,我有放到佛,佛堂在我的家里啊 嗯,你的佛堂是吧 对 嗯,佛堂面对佛堂的左半边还不错 右半边稍微暗一点 而且你这个佛堂边上,好像还有其他的小菩萨 对,对,对 嗯,好的,谢谢佛堂 好好努力,多念经,好不好 好 你告诉他,多念心经就不会出事情,好不好 好,各位,我们法国的,我们的朋友们 那么台长呢,今天呢,到这里来呢,跟大家也是接个缘 希望大家呢,好好地学佛修心 很高兴跟大家能够认识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念经 要关心菩萨保佑,那才是真事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如果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 让更多的人念经 台长下次还会来 好,谢谢大家 我们做什么事情,一定要用心 如果用心,关心菩萨就会保佑我们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菩萨保佑大家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 因为根据法国的特殊情况 台长再加四个字 恭喜发财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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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